嘿 新的一期 新的分享 今天是一个数码分享 那就是这个家伙 小米11 大家知道小米刚出来的时候我就预定它了 那我现在已经用了它将近快两个月的时间了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作为一个四五年的这个苹果用户 第一次使用安卓系统 而且小米这款MIUI的12系统的这个感后体验 首先开始那就是它的屏幕 2K视频确实看的很爽 而且特别是120Hz的刷新率 玩过120Hz再回到苹果真的是感觉在另外一个时代 特别是打游戏的时候 王者荣耀90Hz完全没有问题 是 它跟苹果一样都会发热 特别是开始在极限设置以后 它的确实还蛮暖手的 我跟你说不烫 可是也不是那么的舒服 确实你会打到这个机器确实会消 不是那么的散热 当热了以后它不像苹果 它没有一个game throw 它不会把速度给减慢 玩了一两个小时都是保持在90Hz 没有任何的减速 帧率也没有下降 那说到游戏 小米带了一个game turbo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其实简单说就是 把你多余的内存给清理出来 然后让你的游戏跑得更流畅更舒服 具体有没有帮助 我这里在我的测试中 没有看出来太多明显的这个帮助 因为在我跑这个游戏 从后到尾基本上都是90帧 所以也没有什么掉帧的情况 所以我也不能跟你说到底没帮助 可是它确实有几个很好玩的功能 比如说我可以同时打游戏 同时回复我的微信 这个跳出来的窗户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第二个效果就是自带变音器 那也就是通过现有的预设 让把你的声音变成一个不同的一个风格吧 那电池续航呢 在游戏使用中 我差不多用了4到5个小时 还好我们有55W的快充 15分钟充电 基本上一半的电池又回来了 我又可以继续玩那么一个多小时 当你没有用快充 你会觉得没有什么 用完以后再回到苹果 就好比你会怀疑 你是不是在用无线充电 临时充一下就可以带出门 小米11所有桌面的图标 都可以自定义的放在任何位置 而不像苹果 它会自动智能化的帮你总和到一起 中间不能留任何空隙 而且小米的小组件是交互性的 也就意味着你不需要打开APP 就可以直接更改或者是添加内容 OK那我们来看看它的APP 它所有的文件文档其实是更详细更丰富 可以看到所有的系统文件 包括我们的相册里面的图片和视频 这里都是很清楚的 而在iOS里面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文件夹 没有太多系统上的一个设置和更改 各有各的利弊 Android更适合你去定制化 或者是设置你的自己的手机 而苹果更是简单化更傻瓜化 一键然后都帮你设置好的一个参数 当你拍了一系列的照片以后 小米平均震的话 帮你选出那几张她个人觉得 是优质好的一些照片 这样就方便那些小姐姐一下子连拍100张 然后不知道选哪张 那小米可以通过AR智能帮你挑选几张 她觉得最好的 不管是曝光还是清晰度 她都会帮你去挑选 那说到智能化 小米拍摄功能其实非常非常多 后面我会跟大家做一个深度的iPhone 和小米的摄像对比 个别几个功能 比如说RAW格式全手动模式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iPhone现在目前还是没有的 那说到手动模式 小米的人像模式 在后期你是可以调整它的光圈的 可以调整背景的虚化度 那还有个APP我用的最多的就是备忘录 不管在iPhone还是小米 这里面备忘录都有一定的提升和跟进 可是小米呢 就是比那么好那么一点点 小米的文件夹 除了支持文件图片 还支持语音录制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课堂里面录段一段声音 它可以识别 然后帮我打出来这个文字 同时这个语音也是保存在这个文件夹里面的 所以在将来你可以做任何的复习 或者是备忘录 都是很方便的 备忘录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它有一个清单功能 这个清单在iPhone也是有的 可是呢 它这个好处就是一个快捷键 在我们的镜头的左上边 只要滑出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我们的清单列出来 而且可以快速的把它关闭 所以这一点对于一个清单用户来说 是非常好的自带的系统功能 你还可以隐藏你的备忘录 只要点开添加你的密码 这款备忘录就变成了一个隐藏式的功能 那iPhone iOS实则现在也支持锁定某个备忘录 可是呢 它不是隐藏的 所以外人还是可以看到 有这个备忘录 只是我打不开而已 那说到隐藏 不仅小米 Android系统这一块就是有了隐藏桌面 也就意味着根据你输入的密码 你可以跳转到不同的界面 可以保持不想让别人看到你看到的一些信息 iPhone是没有的 我们这里呢还支持双APP 这一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功能 特别像我这种有两个微星的朋友 你就可以同时用一台手机打开两个微星 iPhone呢我就需要带两台 那还有一个APP我很喜欢就是它的计算机 它可以根据我们不同的规格帮我们智能转化 比如说磅到公斤 比如说英里到公里 所以这些智能化的转化 我就不需要上网去搜索 而通过这个计算机的APP 我就可以智能化的帮我去快速的转化 这点是一个很好的 反正会常用的一个功能 那小米短信呢也会智能化的帮你去过滤所有的垃圾短信 然后把你有用的短信归类在一起 他也会知道是某个公司 比如说是电信联通等等之类 这样方便你去回去找 比如说我现在想知道 我这个月的手机还剩下多少流量 我直接看我的移动的短信我就知道了 说到短信呢你也可以发私人短信 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密码把某个短信给锁住 只要通过密码你才可以读取或者是监视这一个短信 所以以上说的这么多东西 都在一个4000块钱的手机里面 我觉得个人觉得真的性价比非常高 相对来说如果我们跟Apple 苹果来做对比 那是不是他说的这所有的一切都那么好呢 其实他也有一些例比 比如说他的APP没有频率多 这个也可以理所当然的 苹果在这市场上 包括他的知名度和他的后期发展团队 确实一批小米要起步的早很多 所以排除适量 从质量来说呢 在我用的这个小米两个月之内呢 我会发现有的APP呢 它会有一些死机或者是过慢 或者就直接闪退 这个呢 是不是经常发生的 可是基本上一到两个礼拜会有那么一次 OK 所以稳定性可以再优化 那第二呢就是小米的设计 从外观来说 其实它的设计整体手感还是蛮舒服的 唯一就是它这个相机 大家都知道它的相机是一个阶梯型的突出 包括它们原装佩戴的这个手机壳 都可以感觉到这块相机是突出的 把你放在桌面上 只要你反正放在桌面上 任何的移动你都会担忧 我是不是磨损了我的镜头 目前来看两个月的使用 我没有任何的磨损 这一点呢还是少了一些安全感 那说到这个壳 虽然是免费的 两个月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已经开始变黄了 基本上是不能用了 最头疼 最头疼的就是 我苹果和iOS上面 所有的系统上面的游戏账号 我不能传输到我的Android系统上面来 至少目前 我没有找到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所以如果有的话 你也可以告诉我 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 我目前可能还不会长期使用一个Android系统 当你被捆绑在一个优化的系统里面 你就会发便很难去再跳出来 真的是优化了你很多工作流程 对我来说呢 我也不会卖掉我这台小米手机 作为一个备用手机或者第二台手机 其实还是蛮方便的 不管是从发信息打电话 还是微信 还是说打游戏 它基本上可以满足我每天80%到90%的需求 唯一可能就是当小米Ultra出来的时候 我可能会换一台 那到时候呢 我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些视频 未来近期我会跟大家分享小米跟iPhone11的一个对比 好吗 那我是乔治 希望这期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